如果有疫狀 请你不要再拍照过来了 去看医生比较快 欢迎大家收看大声视 我是许兰芳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性病 有一些人会传照片 或者是写一些文字来问我说 他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 那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你有时间拍照片 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医生 有病要记得去看医生 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几个 比较常见的性病 让大家观察一下你们自己 以下我们要讲这些症状 男生女生都有可能会有 所以请你们都一定要注意哦 第一个是尿道炎类 尿道炎类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零病型的 一种是非零病型 你的分泌物 正常不会有异常的分泌物 你的分泌物只有在你兴奋的时候 才会分泌出来 如果你没事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 比如说白色的分泌物 或者是黄色化膿的分泌物 这些都有可能是尿道炎 搭配上如果你在排尿有疼痛或灼热感的时候 赶快去看医生 可是请问一下女生的灵病的话 分泌物也尽量排在什么地方 女生他感染的话是排尿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主要这些分泌物是男生的阴晶的分泌物 那第二种是生殖器上面会有溃疡 第一种叫做霉毒 霉毒比较可怕的是 当你一开始有霉毒的时候 你的生殖器上面会有溃疡 这个溃疡是无痛性的 而且你摸起来会很像一个扭扣在你的皮下的感觉 硬硬的 所以他在第一期的时候 又叫做硬性下肝 是无痛性的溃疡 很多人因为不会痛就不去看医生 你不去看医生之后呢 他就继续往第二期走 第二期就会开始有全身性的 红褐色的点点 尤其是在你的手掌或你的脚掌 有些人因为这个疹子 这个皮疹是不会痒的 所以因为不会痛的溃疡跟不会痒的皮疹 很多人都会忽略去不理他 其实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会获得缓解 他就会觉得好像没这回事 但是请你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很重要 你的症状缓解 不代表没有病毒 这个时候你就会继续往第三期走 它的发生时间是 在你得到病的第三年到第七年 这个时候就已经很可怕了 不是只有你的表面上的生殖器 或是你的手掌脚掌 有一些皮肤上面的异样 它会影响到是你的心脏肝脏关节 你的脑部还有神经 出现是一些神经精神错乱 记忆力下降 精神不好等等的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 当你发现你的阴巾上面 有不明的突起物 你不会痛的时候 请你马上去看医生 不要让他再继续往第二期走了 溃疡的第二种是泡疹 这个泡疹大家应该都听过 它其实是回抓 第一型就是我们在嘴巴会出现的小泡泡 我相信有一些人在免疫力不好的时候 嘴巴会出现 那第二种呢 是发生在阴巾上面 或是女生的外阴部上面 甚至是肛门口 还有你的子宫颈里面 都会有这些泡疹 那这个泡疹呢 是经由性行为传染得来的 这个的泡疹是会痛会痒的 那这两个呢 不管你是从嘴巴得到的 还是你的阴巾得到的 只要你有一些口交的行为 这两个都有可能交互传染 溃疡的第三种是软性下肝 它的溃疡是比较深一点点的 范围是比较不规则的 这个软性下肝的溃疡是会痛的 所以不管你的溃疡会痛不会痛 都请你去看医生 好 再来最后一个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菜花 它的本名叫做肩性湿油 那菜花呢 主要是经过性行为得到 那你就会发现在你的阴巾上面 会长出像一朵一朵的小花儿一样 那这个小花呢 你只要不去治疗 它就会长出一堆一堆的小花 那如果假设你得了菜花 你去尿尿 手摸了阴巾 又洗不干净 你再拿手去挖鼻孔 挖耳朵 你的菜花就会在你的鼻孔里 就会在你的耳朵里 还有在你的女伴的阴道里面 所以拜托你们 请你当你发现 你的生殖器上只要有异状 就请你一定要去看医师 因为经由性行为传染的这些问题 很容易交互传染 还有如果你真的发现你有的话 两个人都要带去 这个时候不要害羞也不要害怕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治愈的 最怕的是你不去治疗 那这个东西会变成全身性的感染 严重一点其实是会导致 我们未来有可能会不孕的哦 珍珠状丘疹 它的特色就是它很乖 它一颗一颗小小的就跟珍珠一样 环绕在你的罐状沟边边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罐状沟 是有疹子这样子一圈排排站站好的 这个就比较不像是 刚刚前面讲的性病的症状 所以请你不用担心 不需要治疗 它也不会痛 它也不会传染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刚刚前面讲的那几种问题 那几种性病 都是因为 不安全的性行为 还有多重性伴侣导致的 所以请大家记得 一定要注意安全性行为 如果可以的话 就固定单一性伴侣是最好的 刚刚讲的那三种性病 哪一种症状病最低的 披菌感染最常见 大概降了70%左右的尿道感染 如果坐马桶或是去游泳池 也是有可能会感染性病 是真的吗 这当然不是真的啊 如果你要感染性病 刚刚说的经由性行为 我们必须经由 体液 血液 分泌物 还有就是经液 那你去坐马桶 第一个 马桶垫是很冰冷 很干燥的 它基本上就不适合 病毒跟细菌生存 第二个 要很大的量 你才有办法感染 所以基本上 公共场所 不管是游泳池 还是马桶 还是什么椅子 不太可能会让你得到性病 我说过一个朋友 他说 为什么 他因为都有在保险床 但他还是没有得到性病 因为 他的前夕是没有带的 还记得 我们之前前面好几集讲的话 没有看的 从头去看起 就是每天戴保险套 就是戴着就对了 戴着穿裤子 只要一起床 只要一起床 一起床 就是戴保险套 你只要戴着 才会有安全的性行为 那如果你发现 你的生殖器上面 或是你的排尿的过程 有异状的话 请你第一时间 尽快去看医生 不要害羞 不要害怕 这个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要正视自己的健康 才有办法预防未来更大的疾病的发生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开启小铃铛 订阅频道 拜拜 怎么那么难讲啊 请你订阅小 请你分享按赞影片 分享 分享按赞影片 订阅小丁 分享按赞影片 6月17号起 健康2.0全新改版 我也会在节目中 与您一起守护 全家人的健康 每周3到5下午2点 6日晚上7点 请准时锁定TVBS56频道 健康2.0